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坐上渔猎者的马车或爬丽 在茶缸湖上前行 如在水晶宫上划过 任风来 任雪飘 马蹄阵阵 车老板的鞭子声 爬丽和冰面的摩擦声 融成了一曲独特的音乐 茶缸湖的捕鱼人每天早晨五点左右就上兵工作了 光是凿兵的工作就需要三个多小时 据捕鱼队的带头人张把头介绍 茶缸湖东谷用的鱼网就有两千多米 那么这两千多米的鱼网是如何顺利地在冰下张开 再顺利地从冰下把一网上万斤的鱼捕捞上岸的呢 同学们在冰面上发现了一根特别长的雾头杆子 它会有什么用处呢 同学们 你们看眼前这个是什么 这么长这个杆子 好像巨人的筷子 巨人的筷子是不是 那这个究竟在捕鱼当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 这个叫串帘杆 串帘杆的作用非常重要 就是它在冬天捕鱼的时候呢 要把它下到水里边 要带个绳 绳叫水线 那个就是水线 看到吗 那一大条 这个杆你带着这个水线呢 在冰层下边走 从入网口到出网口 两个杆子分别组一里地远 最后跟这个口出来了 出来以后 它后边带那个叫水线 这个水线连着大桃 拉出来以后 它们完成了任务了 把那大桃 拴在方材 咱们看着这个马轮上 这时候马轮开始拉的跑 开始脚 然后就往上铺了 你们猜一猜 这两个杆子每一根该有多长 基本上也就有个15米到17米左右吧 现在我给你们揭秘 这个村链杆子15米 就这么准 15米正好是吗 对对对 15米是正好两个冰岸之间 便于渔猎工人所操作的这个尺寸 这根长十几米的串帘杆 在冰下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有了它的牵引 才能保证2000米长的大网 在冰下顺利展开 那么鱼网下到冰下 再如何把它连鱼带网拉上来呢 曹宝明老师说到的马轮 真的能拉得动这数万斤的大网吗 这个大机器叫马轮 所以这个托网的动力全靠这个马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轮啊 开始两匹马 一会儿随着这个鱼多 就变成了四匹六匹八匹 它要不断地根据这个网鱼水的重量 来决定马的匹数 这种马轮你是东北浦鱼的人 所发明的一种脚盘机 它是用自然的马匹来拉 所以就体现出这种鱼类活动的自然生态性 它这个马拉脚盘是吧 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就是 钓鱼的时候钓鱼竿上有一个 脚轮 也是脚轮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动力结构是吧 这个结构和道理是一样的 那曹爷爷 咱们这个马拉脚盘这种机械动力 是什么时候运用到东北当中的呀 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 最早的时候是用人来托这个网绳的 但是由于这个鱼多了以后啊 人的力量就不行了 它越来越沉 所以人就想到了用马轮脚盘 来减少人的劳动力 那么从清末到民国年间 东北这颗土医呢 就开始使用这个来脚了 但是解放后呢 很多地方把它换成机械动力 但是它干脚了它没变 马拉脚盘是捕鱼人在生产过程中 创造出来代替人力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动力机械 人与马的密切配合 才能保证顺利出网 保证渔民的丰收 讲到这里 曹宝明老师为了让同学们 更加清楚且直观地了解到 冰下捕鱼的整个流程 趁着等鱼出网的几个小时 曹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一个模型图前 在这里 同学们又能听到什么故事呢 这个就是在东北渔猎 冬天捕鱼的一个模型 这个玻璃罩就是个冰面的意思 就是冰 那大家看这三个工具 这个叫串联杆子 这个叫走钩 这个叫扭毛 这三件工具就是要把这网 下到冰底下的工具 首先是找一个洞 找一个长方形的洞 然后在长方形的洞里的颜色 分别遭冰眼 同样这边也是长方形 这就出网口 而这两边这个网 大方下去以后 可不可以看到分开了 这个分开的时候非常关键 穿杆带着鱼网进入冰夏以后 鱼工在一个冰冻前用走钩 将十几米长的穿杆向前移动 另一名鱼工用扭毛转动穿杆 扭毛保证了穿杆的运动方向 使他按照冰冻打出的弧形前进 而穿杆又将连接鱼网的水线 带到冰冻下方 只要拉动穿杆后 汽车的水线 就可以让鱼网 向指定的地点移动 在水中 鱼网并不是平铺的 而是立在水中 上部靠浮漂的浮力 紧贴着冰层 下部靠网坠的重力 托着湖底 东部所用的网 是没有底的 两片网翅的末端 还连着一个大大的网渡 这样就能确保 鱼网经过的地方 如果有鱼群 就会被全部收入网中 曹老师通过东部的模型图 直观地给同学们讲解了 东部的原理和流程 另外曹老师还说 鱼网顺利下水 可不代表能顺利出水 水下还隐藏着许多捕鱼人 不可预知的危险 今天咱们在冰层上看到的 非常危险 因为什么你经常碰到 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说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最往在走的时候 就突然就底下 有树枝的混石头 就卡住了 卡住如果马硬拽就蛇了 这鱼就在里边跑了 而且拉不出来了 怎么办 不能让它断呢 于是必须要有鱼工 从这个眼 它搁哪儿卡住了 就从哪个眼 人要钻一下去 大家想象该多冷 这是您的意思说 是跳到这个冰窟窿里面 钻到冰窟窿里去 拿着一捆草 这捆草就跳到里边 看哪块卡住 垫到那个鱼网的下边 叫垫骨草 它憋着一口气 垫完了再从原先的眼 生出来 生出来之后 人们马上用棉被 把它一裹 砍到窝棚里边去 先放在窝棚外边 不能马上进到窝棚里边 先在窝棚文口 用雪来搓它的身上 用什么 用雪 用白雪 用白雪 用白雪来搓它的 把它身上的每一个部位 手 脚 耳朵 都要搓活雪了之后 才能排到屋里 喝一口酒 才能烤火 不然的话 就是人就不行了 那就是皮肤就发黑了 马上就烂就死掉 特别危险 同学们知道 这冰下的水得多冷啊 所以我们吃到的鱼很香 但实际上就是 东北渔民 东普是特别苦的 曹老师用真实的故事 告诉同学们 捕鱼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背后有着 许许多多捕鱼人 艰辛的付出 同学们在听完 这些故事后 再看到鱼上岸的丰收场景 定会是不一样的感受 关于茶干湖出鱼的景象 曹宝明在最后的 《鱼猎部落》中 这样描述 随着第一网鱼 从冰下热气腾腾而出 你满眼都是活蹦乱跳的鱼 一网几十万鲸鱼的盛矿 只有茶干湖可见 有同学们见不见过这么多鱼 没有 不是有这么多鱼 同学们看 上鱼了是不是 这么多 这么多 这网子拉这么长 个儿大不大 通通通通啊 这网这么长 带着这么多鱼出来了 书本旅行团 看得茶干湖出鱼的场景 激怒不已 眼前的这一条条大鱼 标示着渔民们 今天的劳动有了回报 这冰湖藤鱼的场景 应该就是捕鱼人常说的红网了吧 爷爷一打网的时候 就可以捞着鱼吗 它是这样 因为这个网啊 它的距离很长 网在水里头和这么一兜 看到没有 爷爷的手一拉以后 它这么往前走 因为你前面的网上来 就是小空网 而大量的网在这儿呢 叫网堵 这个网大网120多米 头前的十来米 如果要见鱼 那你这个这一次的网 肯定鱼就多 打鱼的人很辛苦 半夜起了以后呢 他们下了这个网以后 往往都等到太阳出了以后的 第一网 叫日头冒红网 它一出来 打就打头鱼网了 头鱼网之后的头一个鱼 叫头鱼 而头鱼啊 渔民把它作为一种 一年的最好的兆头 是一个好的孕运 一个好的寓意 之前人们把早上开始起的网 叫红网 俗称日头冒红网 意味着丰收 现在渔民们把单网 出于十万斤以上的网 都叫做红网 别看茶干湖每年的捕鱼量巨大 但是现在都是生态养鱼 生态捕鱼 并且一寸的细眼鱼网都被改成了六寸的粗眼鱼网 做到不够尺寸的鱼不捕捞 夕阳西下 收鱼队把今天收获的鱼都运回一个叫冰院子的地方储藏起来 由于茶干湖东部的独特魅力 茶干湖的冰院子 每天进进出出买鱼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至于茶干湖的鱼是什么味道 曹老师将带同学们在茶干湖的全鱼宴中寻找答案 范文兰 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中曾提到 辽朝历代皇帝经常在达鲁河或鸭子河混同江的春纳波勾鱼 捕获头条鱼设宴庆祝称头鱼宴 那么这里说的头鱼宴跟全鱼宴又有什么关系呢 同学们 吃鱼了 这一座吃鱼都开心了 但平时咱们吃饭 你们一桌上会不会上这么多条鱼 不会 也就一条 咱们这怎么一下子上了这么多鱼 咱们今天吃的这叫全鱼宴 何为全鱼宴 这个全鱼宴最早来自于从前的头鱼宴 而头鱼就是从前招待最尊贵客人的一种鱼 叫头鱼 世代居住在茶干湖周边的鱼民们 善于制作各种以鱼为主料的菜肴 加之制作所用的鱼料泉菜样多而称全鱼宴 这全鱼宴究竟味道如何呢 我们知道这个鱼打上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今天大家都看到鱼民很苦啊 爷爷们 叔叔们 他们在冰天雪地去打这个鱼 苦这个鱼的时候不但艰苦 而且还要把自然各种动物都保护好 比如打这个鱼的时候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渔户们不断地叠那个网 为什么不断叠啊 因为这个网拉上以后是湿的 叠上以后是为了把它运到下一个网卧子 叫转卧子 堆在冰上的时候 由于它上面已经有了鱼味啊 小虾啊 小鱼啊 夜里 狼啊 一些野生动物 都是偷宰那个小鱼吃 它偷宰小鱼吃都不要紧 但是由于这网一动 那网发碎 所以它有时候就把这网给碰坏了 碰舌了 所以为了避免不让动物们把这个网来碰坏 另外也为这些严寒的东西 动物们有点吃的东西 所以插干湖的渔夫们呢 专门设立一个喂狼台 就是把一些小鱼小虾 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放在那里 所以夜里这些动物们呢 就到网舵旁边去专门吃这个 剩下的这些小鱼小虾 就不再碰这个网了 所以这是插干湖人 打鱼人一种生存的智慧 插干湖的鱼类文化有久远的历史啊 所以这个渔夫们这样艰苦 是一辈一辈人传承下来的 所以插干湖的鱼类文化 所以咱们今天吃这个 全宇宙的代表性的一个晚餐 太好了 那我替同学们问一句 咱们同学什么能开饭了呀 那么下面我宣布 我们的全宇宙开始 咱们一起动块 开菜 对于茶干湖鱼猎猎文化 曹宝明在最后的鱼猎部落中这样写道 在这里 在他的东部习俗过程中 包括他的祭湖 凿兵 捕鱼等一系列活动 都把一种文化精神融合在所有过程中 使得他的文化的每一个环节 都成为人类去研究人与文化 人与自然 文化与人 自然与人的珍贵过程 通过这一次茶干湖东湖的旅行 书本旅行团对神秘的茶干湖 有了全新的认识 对丰收的茶干湖 有了更多的崇敬 愿茶干湖水草丰盛 年年有余